我現在要用這首歌來介紹怎麼樣看譜 譜的形式有很多種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譜是我蠻常用的 它是我在做演唱會的時候比較常用這樣子的譜 我來說明一下怎麼看 這有很多的符號是跟其他的譜共用的 第一件事情我會看這首歌的歌名 以免我預計要彈的歌跟我實際上拿到的譜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看它的拍子跟它的調號 這首歌是GKey 寫這個GKey其實是G大調 所以有的Key會寫G Major 然後這邊是44Pi 44Pi是指它的每個節奏循環的長度 也就是小節的長度 四個四分音符就是一個小節的長度 我們簡單的說就是4Pi 1 2 3 4這樣就循環一次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了 在這裡面一開始看到的這個是intro 就是它的前奏 這裡有兩個八分音符寫在這邊 這個是先行拍 這兩個八分音符剛好是一拍的長度 但是畫在這條小節線的前面 畫這個小節線的前面就代表 整個開頭要先彈這一拍這兩個音 所以你可以假設前面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小節 1 2 3 4拍 但是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都沒有聲音 到第四拍才會出現這兩個音 所以是1 2 3 我好像唱錯了 再一次喔 1 2 3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 就是第四拍要彈這兩個音的時間點 再來是它的前奏 就是這邊寫了四四拍了 那這邊進行了第一個小節 通常寫了C跟G在同一個小節裡面 沒有意外的話就是 這個C要彈兩拍 這個G兩拍 加起來就四拍了 除非它底下有一些特殊的記號 去標示每個和弦要彈多久 不然在一個小節裡面 出現兩個和弦 通常就是各彈一半的長度 那這邊是D跟Em 各彈兩拍 這邊是A-7跟C各彈兩拍 然後注意這邊呢 這裡是 這裡是寫一個二四拍 這代表節奏在這邊稍微有一點改變 前面原本都是四四拍 一開始這邊寫四四拍 跟這邊四四拍 大部分長度都是一個小節四拍 但這邊會變成一個小節只有兩拍 所以我們在彈奏的時候 我現在搭配節拍器來算一下 這整個intro要怎麼彈 來試試看 來囉 1 2 3 打打 1 2 3 4 1 2 3 4 1 2 就這樣子喔 然後帶來進下一個 下一個段落 就往下走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狀況 好 那再來是看一下整首歌的一些反覆記號 首先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小節線旁邊有兩個點 旁邊有兩個點 那在這邊也是 相對於這個記號 應該會有一個另外一個位置 也是有兩個點的 就在這邊 小節線旁有兩個點 所以這代表 從這一個地方 一直演奏到 哩哩啪哩 演奏到這裡 會反覆 反覆就是再回來這邊 再重複一遍 這邊 有一個符號寫乘以3 就代表 這一整個段落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一共要 彈奏3次 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等一下音樂進行的時候 你在彈奏的時候 就是從這邊 琵琶的彈 彈到這裡 再彈彈彈彈彈彈 彈到這裡 這樣是第一遍 再來 回來這邊 再一遍 到這邊 OK 這是第二遍 再回來一次是第三遍 第三遍 第三遍彈完這裡之後呢 就 直接 往後走下去了 往後走這邊有一個 一個小節 G 但是 再看一次喔 底下這邊有寫一個 D. S. L Coda 這邊意思就是說 回來 這個記號 相對於這個 看起來有點像 S 然後被 劃一撇 再兩個點的 這個 有人唸成 Senual 有人唸成 Signal 意思就是說 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看到這個 D.S 這兩個DOT D.S 就代表要回來 這個記號 這是另外一個反覆的記號 回來這邊 然後 這個時候 再回來這邊 噼哩巴啦 就去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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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但是接下來 就要看的是 扣打 什麼是扣打呢 就是 這一個 一個圈圈 加一個十字的這個記號 就代表 從這個 Signal 看到這個記號之後 所以這裡一共有八個小節 彈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小節之後 看到這個記號 直接跳到最後面的 扣打 就是它的結尾了 再從這個結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個小節 十一十二小節 這樣結束 這是整個進行的順序 我再快速的RUN一遍 從前奏開始 來囉 這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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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進A段 這邊是A段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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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直RUN RUN到這邊 看到這個反覆記號 再回來這個起頭 這個反覆記號 再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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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二遍 要記得 看到這個 再一次回來 現在是第三遍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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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看到這個扣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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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就是以演奏者 或者是如果你的樂團有指揮的話 就看指揮 變慢到什麼程度才是 音樂聽起來最好聽的 這個就很因人而異囉 這比較主觀 所以這邊其實是很自由的 不是原本的那個牌子的速度了 MI7 D 跟 G 就會以你自己覺得 多慢才好聽的速度 把它演奏出來 好在這裡面 當中還有很多就是 原本四四拍變二四拍的 像這個位置 二四拍 這是四四拍 這裡又變二四拍 那大概會是這樣子的 例如說 這邊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像前奏這邊一開始四四拍 對不對 彈到這邊突然 要變成這個小節只有兩拍 這邊會寫一個二四 然後接下來要變回四四的時候 應該要寫一個四四拍 但是我這邊漏寫了 馬上補上 OK 代表 進來這邊是以四四拍開始 所以這邊又是每個小節四拍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這樣算 四拍 進行到B段 繼續 但B段就是 B段有 看一個小節 二三四五六 六個小節之後 第七個小節又變成二四拍了 所以你可以這樣算 B段是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五二三四 六二三四 七二 第七個小節是只有兩拍 然後再來這邊又寫一個四四 就代表又改回四四拍了 然後這邊一樣 沒有寫就代表跟前一個小節一樣 四四拍 這邊又變回兩拍 這邊又變回四四拍 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 請你聽這首歌的原曲 我會把這個連結附在下面的說明 然後聽著這個原曲看著這張 這張我手寫的譜 我剛才把這首歌抓下來 然後把這個譜對著音樂來算拍子 這樣子去跟著算完 我在影片裡我就不再播這個音樂了 你可以搭配節拍器做練習 但是節拍器它比較不方便設計這種變拍的功能 因為像我這個設計它就是一二三四拍的循環 那它在這邊它常常是四拍變兩拍又變四拍 所以我現在用念的來走一次 來囉 從這個先行拍開始 我先從空拍開始了 1 2 3 打 打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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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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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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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 1 2 3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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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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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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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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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3 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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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4 5 5 5 4 5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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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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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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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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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